有些資源,雲端上都有啦,這個其實非常好用 那這個怎麼來的呢? 其實這個 我講過啊,就是網路一般的書裡面那有一些我覺得還不錯的一些Sample 那你就懂得什麼,要懂得用 因為如果說即便給你Source啊,你就不會用的話那麻煩了 對不對?所以很多人 我講過這本書也是同學買了都不會用 不用的話,放在架上好像有點浪費,他就拿給我 然後就放他看一下 然後他就 還不錯,他就 說要送給我,好,那我就 把它融入到我們課程裡面 所以 會有那本書,在雲端上面 有完整的 還有程式碼都有了 等於你們 幾乎可以省掉 省一筆了 那應該會用吧 記得就是說你賄賂喔 那個程式碼你把它解壓做之後 可以把它怎麼樣?可以把它匯入進來 那我們匯入進來 他第60個範例就是 這個 對不對 那裡面的話特別注意,因為他 好像那個 按右鍵 內容裡面 記得把它的那個 編碼方式 要把它改成UTF8 因為如果你沒有改UTF8的話 他會是亂碼 這一點有時候 可能你們在買書的時候要特別注意 如果你匯入進來 因為他預設如果是MS950 就是Big 5 你如果沒有把它轉檔 轉碼 它可能會變成亂碼 這個 可能 尤其是你在買那個 大陸書 蠻多的 其實一轉進來 因為有時候是簡體字 可能你要把 如果簡體字亂碼的話 恐怕你要選一個 大部分也都是UTF8比較多 所以現在大部分都是UTF8 你要把它 然後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有的時候說真的就是 你要知道說 他這個 怎麼去RUN它 那基本上你可以從幾個角度看 基本上 先從MAN 或者是ACTIVEDMAN 裡面稍微看一下 這個裡面的東西 然後你觀察一下 它上面布局有什麼東西 它多了一個什麼 你會發現它多了一個 它不是IMAGE VIEW 而是叫做TOUCHIMAGE VIEW 那你會多一個 那理論上 如果看到這個東西的話 你可以把它切過來看一下 他這個東西 如果是內建的 如果像原來是應該是這樣 IMAGE有沒有 那 它這邊的話呢 你看COM 你看一下 這個是一個套件名稱 套件名稱一定是在Source裡面 那什麼叫套件 它長的就類似像這樣 Source裡面 一個套件裡面可以放很多個類別 那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名稱 一定會對應到什麼 這邊的一個名稱 這個名稱 對應後面這個名稱的話 就是這一個 所以它基本上是呼叫它 也就是說 前端的畫面 如果有一個這個東西 那你的後面一定要有個類別 是長這樣 那當然將來你也可以自己改了 不過你改的順序剛好顛倒 你要先寫完 後面那個類別 你才可以產生前面的介面 不然的話 你前面如果寫好 後面沒有 那會 一定是跑不出來的 那我們如果看別的東西的話 先看前面介面 再看程式 那程式部分的話 你要看 它裡面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基本上你把它打開來 它一定是什麼 一定會有 需要有那個 顯示圖檔的部分 所以它這邊 重點是 它是Extend什麼 Image View OK所以這邊的話 它是繼承Image View 所以它一定可以顯示圖檔 不會有問題 那縮放功能本來沒有 其實這就是它重點 也就是它這裡面的話 幫各位 把縮放功能跟移動功能 寫上去 那至於 縮放跟移動 那個很麻煩 要計算很多 還要 就是說手指頭放的位置的坐標 如果放大對不對 假如說手一拉 一定會有個X跟Y 那 放大的話是 XY放大了 所以呢 加上來圖的 它的高跟寬 要變成什麼 你的XY的 這個大小 那如果你說小的話呢 那一定會有個位移 一定會有個XY的位移 所以要去計算這個之間的相差 那這裡面的話 就真的 還蠻複雜的 那有的時候如果人家已經寫好的話 你就要懂得怎麼樣 拿來利用 所以這裡面的話 它已經寫好了 所以 裡面的話 它的成員 成員 變數有這一些 包括就是 Start Point 跟它的 原來的那個 舊的Point 然後之間的位移的距離等等的 相關的 這相關的變數 那裡面做了什麼 它有做了一些事件 然後 點選的部分 它有去 設定 幾個 那個 Listener 比如說呢 是 觸控 然後 比如說有所謂的那個 移動 拖曳切換的動作 然後進來的話 有XY 會取得 然後放大之後的話 再去改變 所以這邊的話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裡面 它有 去 寫一個 Switch 然後有好幾種 Case 去調整 OK 那如果當然 你要用 這邊有一個 一個Flow的 一個 這邊有一個 一個Function 這個Function的話 去計算 然後會用到平方根 所以 這個你看 它的公司在這裡 要把它Return回來 這個應該 不太容易 所以如果你實在寫不出來的話 有時候其實網路上也可以查得到 但是你要知道該怎麼用 OK 所以這裡的話 我們是教各位 如果 別人已經寫好了 這個什麼 給你一個類別 那你要怎麼去使用它 第一個 就是 如何建類別 這上禮拜講過 第二個 建了類別之後 如果在你的View裡面使用 OK 這個地方的話 非常的重要 OK 那 後面今天的那個範例 其實你也可以 再加上 把今天講的這個 叫Touch Image View 可以再把它補上去 那補上去的方法很簡單 你就是 第一個把這個類別 直接複製貼過去 第二個的話 在View裡面 引用它就可以了 那接下來 我們今天要講的 這個是 一個叫Gallery 好 這個Gallery 裡面 做出來的效果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基本上就類似像這樣 一樣 一般是 上面有一個易朗 因為 如果你要讓人家 方便 瀏覽的話 第一個出來 類似像這樣子 他手指頭可以撥 有沒有 第1章第2章 第3 第4 第5 第6了對不對 再一個循環 也就一直這樣 他可以一直撥 如果他撥過頭對不對 還可以再轉回來 還可以倒帶 左轉右轉 好 這感覺好像還不錯 有沒有 如果 相片多的話 他就可以一直轉 一直撥 一直撥 然後呢 停了 看到圖了 他覺得喜歡對不對 這個時候呢 點他一下 還可以放大縮小 這感覺的話 好像還 差不多了 我想一般應用 這樣子已經很夠了 很多地方 大概如果說你要 瀏覽一些 什麼樣的 相片 好 不過 將來他你可以 在構思 就是他點擊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再跳另外一頁 乾脆直接在另外一頁全螢幕大一點的話 可以直接在上面看 那實際上這個就有點像是 那個什麼圖片瀏覽的一個App 其實很多App就是這樣在做 或者當然你將來可以 可以讓他指定哪個資料夾 可以可以去顯示 不過這個後面可能要寫得越寫越複雜 OK 那我們只是先 這個範例主要是 了解 這個上面的Gallery 怎麼去使用 那這個Gallery的部分的話 其實呢 這個重點部分呢 跟上個禮拜那個Greview很類似 Greview部分的話 它是一格一格的 那 要把圖 從我們的資料夾裡面 放到這個 這個裡面 這個主要 中間必需要有一個叫做 有點像是一個 連接器 那個連接器 如果是 如果是文字的話呢 就是Array Adapter 有沒有 就是 Speed 裡面會用到Array Adapter 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是 圖的話 它叫 Base Base Adapter 這個Base Adapter呢 你必須實作 因為它是一個抽象類別 抽象類別呢 本身 只有方法的名稱 沒有做任何事情 所以變成說那個Base Adapter 你不能直接 直接來用 而是 你必須怎麼樣 要繼承它 所以繼承的話 會用一個叫My Adapter 我們也許新 然後呢 必須告訴它說 現在 的畫面控制器是哪一個類別 一般傳給它List 就是現在的這一個類別 就是我們現在這一個專案的類別 然後呢 由它去幫我畫 那畫什麼呢 畫一張一張的圖 你要告訴它幾個問題 就是說 畫面控制器是誰 對不對 第二個呢 總共要畫幾張 有沒有 那第三個可能就是說 那個 Item那個可以怒我沒關係啦 然後ID也可以是怒我 最後面那個 它總共有四個方法要實作 最後面那個方法是 你必須先在Adapter裡面畫出 一張一張的小說圖 一張一張小說圖 先暫存 那要準備一張一張畫呢 第一個 告訴它 這個 畫面控制器是誰 然後呢 利用什麼 利用new的方法 去 產生那個image view 然後呢 畫出來的大小 還有置中方式 你要告訴它 最後的話呢 就先暫時放在這裡 等到最後 放在這裡之後的話 再丟給這個 greview 它就會幫你顯示出來 Gallery 或greview 會顯示出來 那其實只要是 裡面會放的圖的話 都會用類似的方法 稍微比較 複雜一點 不過其實 你不用背起來 反正將來 也可以參考 至少你要知道 有點像填空題 填上答案 就對了 有點問答式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我們分成幾個階段 一樣 第一個 請各位建立一個專案 名稱就是叫什麼 CH06 這個Gallery 這個應該沒問題 反正先 新增一個專案 這個前面已經做了N遍 第二個的話呢 打開什麼呢 介面 我們來佈局一下 其實這個 以前也做了蠻多的 這個 畫面非常的簡單 打開之後我們來看一下 裡面的話大概就是 在上方的話 放一個Gallery 那這個Gallery 特別注意 它放的位置是在哪裡 前面的是在Media 有沒有 不過它Gallery的部分 Gallery剛好放在Media 這裡 OK 前面是Image View 其實剛好都放一起 所以 你就先把這個拖拉過來 然後呢 大概改幾個地方吧 名稱把它改一下 我叫做GL 這個是L 不是G1 GL01 然後呢 Image View 再拖拉過來 叫IMG01 那裡面我看一下 有沒有改什麼樣的屬性 點它一下 裡面的話 Space就是它的空隙 空隙的間距 看你需要填 如果預設好像就0 如果你可以加快一點 你可以把這個 有沒有 它的像素增加 其他的話 應該就沒有變了 其他的話 我想基本上 OK 那這個Entries 其實在Spinner裡面 有Entries 有沒有 那Spinner裡面 它可以透過什麼 透過選取 那個 就是我們內建的那個 String Array 可以提供它 需要的那個字串 但是 這裡的話 恐怕比較麻煩 因為Entries 除非如果說 裡面那一部 有一個叫做什麼 有一個叫做不是String Array 是什麼呢 可能是Image Array的話 那可能可以 可是目前是沒有 不過我想以後應該會有類似像這樣的功能 用點的 然後告訴它哪個資料夾 以後你幫我把這個資料夾丟進去就好了 更方便 但是目前沒有 所以 你只能用什麼 要自己稍微 call一下的方法 OK 所以第一個 把這個畫面稍微佈局 底下的話 就再拉一個 Image View 這個我想都很簡單 然後 然後 再來的話 其他 可以先丟一張圖給它 所以預設的話呢 我們一樣 在那個 雲端上面 請各位一樣 再把那個 上個禮拜那六張圖 丟進來 不過我建議啦 最好是 可以自己 找一些 跟自己有關的 生活上也許也可以啦 或者是工作上的圖也可以啦 但是圖長大小 記得不要太大 把它縮放 但也不要太小 因為你會發現我們這個範例圖 解析度很低 所以 一放大之後 就不能看了 所以那個大小 看看 可以調 不過一般是這樣 如果你要做得更好的話 可能就要分成 不同的圖長 上個禮拜有同學有問到 這個圖長應該放在哪兒 那也許你比如點擊它之後 再去從雲端拉下來 可是這個有時候會牽涉到那個 網路的穩定性問題 這個部分的話可以再 再想想看 因為之前 出國的時候 比如說到那個 韓國旅遊的時候 就會有個App 其實它功能非常簡單 就是 點一下它是小張的地圖 但是如果你要看大張的話 它會有個按鈕 按下去之後呢 它才去它的server裡面 把它那一張的大的地圖 漏下來 漏到它 我們的SD卡裡面 然後呢 將 當然 下載之後的話 才能夠縮放 不然的話 原圖是不能縮放的 它的功能就這麼簡單而已 就是要離線地圖 其實說真的 這個功能 這個功能你也可以自己寫一個 像韓國可以 為什麼 台灣不行呢 因為 像Google地圖 它有個缺點 香港的版本 它有離線功能 不知道各位沒有用過Google地圖 它有個離線功能 離線功能就是說 Google地圖 不需要連網路 也可以 直接整個下載 但是台灣的 區域不支援離線地圖 所以 如果說 你們要 看到Google地圖的話 你一定要是連線狀態 如果你網路剛好在 在地下室的話 你會放在找 或者是 我曾經之前用那個Google地圖導航 導航到那個深山裡面的時候 深山裡面就沒有訊號了嘛對不對 沒有訊號的時候呢 地圖就跑不出來了 不過還好啦 它那個 流量只是會把地圖抓下來 但是GPS還是會work 所以它還是繼續導 只是說 我看到的是什麼 是沒有畫面 沒有就是變成說一個 格子狀的東西 那當然 如果呢 你要怎麼樣呢 這個就有空間了 就是說呢 你也可以 幫使用者什麼 預先 拍照下來 然後放在那個 後面 不過這個不知道有沒有牽涉到 智慧財產權的問題 可能就要斟酌一下 不過自己用Service 我覺得也是 可以想想看 那最近 當然我用Google Map其實用的蠻久的 而且用它來導航也是經常性在使用 我發現 像Google 最近改版 真的很嚇人 幾乎比導航更好用 就是它幾乎你到一個地方 你只要找對地方 你就可以直接導航到那個位置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 其實還蠻好用 而且它會前方多少公尺 會跟你講 會提前跟你講說要轉彎的 然後那個顯示出來的 因為手機本 現在越來越順了嘛 四核八核 跑起來都很順 然後你到一個地點 出發前 你可以在自己電腦上面 先找好幾個點 然後儲存起來 它會有信號 等到你在手機裡面 因為同個帳號 也可以看到 所以出發很好 比如很方便 你可以出發前 先找好幾個景點 你會Google一下 比如你要去哪邊玩 然後你不要說你到現場才在那邊找 可能就很麻煩了 對不對 所以你先找好 然後你用手機裡面 它會出現 儲存的景點 又點下去 就開始導航了 非常方便 然後也許到了一個大的點 你要到附近找住的地方 像我現在台灣幾乎都不用 不用再花時間 為什麼 因為我就先把附近的旅館 先找出來 而且我會篩選條件 如果沒有四顆星的 我就不要出現了 真的差很多 一定要四顆星以上 然後呢 四顆星以上 你在找那個 裡面有人那個評論的 比如說CP值很高的 然後呢 看一看看 找幾家 上面有電話對不對 一按下去 有沒有空房 有 多少錢 OK 直接過去 幾乎都沒有那種 怎麼講 落差很大的 你不要說 你沒有出發錢 像我之前沒有做功課 然後就訂了 後來到了才知道 它只有一顆星 一顆星 可是錢已經給了啦 因為不是我訂的 真的 會 因為真的蠻失望的 真的就跟 那個結果 大概差不多 那當然除了住之外 還有那個 吃也是一樣 餐廳嘛 比如說你到附近 尤其出去玩 最少性就是這樣 早半天不知道要吃 然後又課嗎 或幹嘛 對不對 一樣的道理 篩選 四顆星以上的 第一個 第二個 先打電話問問看 有沒有 那個 有沒有 有沒有位置 因為如果你過去的時候 剛好 客滿的話 對 那你就會要 掃興 所以就先打個電話 問一下有沒有位置 好 那就過去 基本上 也不會落差太大 那這個東西 你會發現 其實Google地圖 這個中間很大的app 其實可以做很多東西出來 那其實你會發現Google地圖 它不只是在做地圖了 它希望把所有的 十一住行 全部都包在這個上面 變一個平台 然後以後呢 它能夠賺什麼 它太賺了 以後如果說你要排在上面的話 它可以有部分是免費的 可以篩選出來結果 但是前面一定會有一些廣告 而且呢 它甚至會主動跳出 有的是主動跳出 提供你的 有的是被動的 有的是主動的 那中間的那個 商機就非常的大 因為如果 它有一些現在有一些是 如果剛好那個人 比如說 飯店的業者 他如果利用這個廣告方式 剛好客戶就剛好 訂了 那個房間的話 他可以收很高的廣告金 還有分什麼有看的 或者有媒合的 所以這中間的話 會有很大的那個商機 而且你會發現 應該也會越來越多人 會像我一樣 用篩選的 真的你就很不用費事了 我覺得這功能真的很棒 提供給參考一下 那將來的話呢 當然Google map的應用 我覺得光Google map這個 你要 衍生出來的相對應的App 就非常的多了 甚至你可以 把Google map的導航功能 可不可以直接跟它獨立出來 變成一個導航 可不可以 可以呀 對不對 就比如說 再幫它更簡單一點 就是主要 因為Google map 太複雜了 很多人不會用嘛 比如你可以 教人家怎麼去 檢疫 你123 用講的也可以 然後呢 就把它 那個導航功的獨立出來 那就變成一個導航出來了 我想這個部分的話 背後其實可以做很多事情 然後 那我們這邊的話 第一個 就是先把案確定 界面做出來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把程式部分 再把它完成 程式部分的話 其實也是一樣 123 12 3 3會多一個 就是建一個什麼 Adapter部分 那這個等一下再來看好了 請各位先試著 把這邊的部分先完成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最後的那個相關的參考 在那個我們的雲端上面也有啦 那 高 這邊可能 Gamery部分 可能要需要多注意一點就是那個 高度我大概設100 100DP 100DP的話 將來你塗放進去才會比較剛好 然後 這個Space的部分的話 看需不需要 可以把它放寬 或者縮小 這個部分的話呢 就是它的間距 可以再調整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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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